洗手台 马桶旁都加装了扶手 原本浴室中明显的高低落差 也打掉虫铺 让独居的王波波生活起来更安全 几年前他中风以后行动不方便 厕所就让他很头痛 王波波乘租的是屋龄四十几年的老房 这边还有电梯 他说老人家很怕的就是 你没有电梯我二楼就上不去 老人病都很多了 台北市社会局有委托我们一天基金会 办理一个台北福老 短硬监视的一个修缮服务 那可以帮长者装扶手 安全性的一些止滑地砖等等 那可以让降低老人在居家跌倒的风险 台湾其实很多的地方 老宅部分完全没有符合无障碍 不可能是浴室的高低差 或是进到一楼部分 他有很大两阶或三阶的一些的阶梯 那一般来讲老宅部分 可能门口就蛮小的 他没办法做暂时性的一个斜坡板 那基本上老人出去就很危险 台北市社会局推出以暂式服务的扶老秘书 让承办单位带着职能治疗师 和水电工班团队 从评估申请到修缮师座 到宅全程协助弱势长者改善居住空间 截至2022年10月的统计 台北市的总人口数是240多万人 老人就破了50万占了20% 而因为台北开发早 七成都是超过30年的老房子 平均屋龄是六都之首 有网友就在PTTPO文说 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像是市容 是不是赢过台北了 引起大家热议 不过有人认为单看硬体并不准 而老宅困老人的双老议题 的确是台湾现在迫切得面对的 像是很多无电梯旧公寓带来的危机 有的时候就医上的不方便 他们也为了说不要这么的频繁 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懒得出门 所以说看到现在他们状况就是 高楼层对老人的限制 除了在社会参与上的那个 慢慢的退化 那另外就是他们身体功能的退化 那也造成说他们会越来越严重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必须要证实到台湾到底 有多少的这种老人还有老旧公寓 那是不是要推动独更能够竞速快一点 除了长辈的居住环境 需要更多帮助 台湾的世荣也被不少民众诟病 根据网路温度计做的调查 十大丑世荣 第一名是随处乱丢的垃圾和烟蒂 第二名杂乱无章的招牌 第三是发霉生锈的违建铁皮屋 再来是路边防火象 围停道路难看 铺张不环保的选举 旗帜和看板等等 那我们还有观察到一个就是 其实它虽然是排第十名 可是也是很多人诟病的 就是随处可以见到的管线 那在 其实在各县市政府都有在推广 纜线下地 那这个像这样的政策 其实它很多人觉得说 都是有线电视乱签管线 其实这些管线它是组成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它其实不是只有包含有线电视 它也包含了台电的线 还有包含电信业者的线 所以它其实整个这个管线 它有它历史的原因 它没有办法一下的能够来解决 或是整体的让它下地 可是其实像政府上 它其实是有系统的 它也每年都会有要求一定的比例 必须要纜线下地 但是它也是受限很多原因 包含说它原始道路的设计 地下空间的不足 从市容到居住环境的安全 买不起新房子的年轻人 也可能成租或买老房子 从中央到地方都该拿出解决方法 面对这个高龄化的国家 TVBS新闻 萧毅强和顺手 从一节推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